要吃嗎 還是它會睡下來 它因為水域密實佔了95% 所以主要東西如果是比較小的話 它直接就在空中進食 然後如果比較大一點的話 它就要去飛到比較遠的地方 或是找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像鐵塔或是比較高的樹等等 然後慢慢的去處理那個食物 然後在繁殖期的時候 通常的話就會去抓比較大的食物回去 經過處理之後再交給 餵小鷹 餵豬鳥的話一定是雌鷹 雄鷹不會餵豬 一定是雌鷹 可是孵蛋的話會兩個會輪流 雌鷹會孵得比較小一點 可是也會輪流 雄鷹孵蛋的時候 雌鷹就出去密實 然後雌鷹回來的時候 就換雄鷹出去密實 可是那個等那個小鷹出來的時候 主要就是說雌鷹也會出去密實 雌鷹也會出去密實 可是一定是由雌鷹 把東西給下來 所以上面是一夫一妻之 他們不能說 他們不能說一夫一妻之 就好像我們人類一樣 他搞不好是好像說 他可能有 如果有很堅固的巢 然後這隻雄鷹又對他很勇氣 那可能就可以長久的 今天也給你當配合 明年也給你當配合 可是不一定啊 他搞不好 搞不好那隻雌鷹認為說 你的草不夠好 或是你對我不夠好 那我可能就要去找另外的 對我更好的一隻雄鷹 所以也不能說是一夫一妻之 然後還有就是有些雌鷹 他可能在 他已經跟這隻雄鷹已經配對了 可是又有其他的雄鷹去抓東西來 好好打 他也會吃 招小王 對 所以這隻雌鷹就變成有小王 然後小王如果 他對他不斷的獻鷹群 他偶爾也會跟他交備一下 可是他還是不會跟他那個配對 他還是跟原來的這隻 有這個草的那個雄鷹配對 這個是比較有趣的 我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在那個草鷹公園 放了一個風箏 那我們的風箏 是那個老鷹造型 然後就由老鷹來捉我們的風箏 真的啊 是看錯 是老鷹眼睛啊 老鷹造型的風箏 很高估 可能老鷹 老鷹照理講應該也知道 可是或許他認為說 怎麼會有他的東西 所以想說 來確認一下 或是碰碰看 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個 老鷹也跟我們一樣 有好奇心 然後也會遊玩 也會稀釋 他們在空中也會互相追逐啊 這些東西很怪的 有 沒有 剛才有一張教練提供說 剛才有一張教練提供說 魚鷹會調整它抓到的魚的方向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空氣阻力 它如果是一隻魚是橫的話 它在飛的時候阻力一定很大 所以它一定要把魚頭或是魚尾朝向切化 這樣子阻力才會最小 所以它不見得是要把魚頭在前面 也不見得 也是有魚頭 可是大部分都是魚頭在前面 大部分 空氣阻力 然後抓到越大的魚 它就會在那個抓起來的時候 會轉的越多圈 它才有辦法上去 如果是越小的魚 譬如說它用一個爪子 一抓就上來了 它可能連轉都不用轉 直接又會上去 可是如果很重的魚 它就要慢慢慢慢的飛動 它那魚鷹抓魚是它整個身體 甚至翅膀一半都可以伸到水裡面 然後再利用它的翅膀這樣拍上來 拍上來的過程當中 如果它抓的魚太重的時候 它就要不斷的轉 不斷的轉 轉好幾個圈 所以我曾經看到過 我撞到那個魚超過五十公分 然後這樣它就一直轉 轉了好幾圈之後 然後踩上去 因為那個重量還是需要 一方面調整方向 一方面就是使它的那個 飛行的那個 整個支撐力 可以把那隻魚整個載上去 好 那我們還有一個質問 老師好 我發現這個照片都非常的漂亮 那你這個是無意中拍到呢 還是有意想說 拍到它的這個圖案 如果是有意義的話 你是不是需要很多的構思 怎麼樣去拍這麼漂亮的圖案 這麼漂亮的畫面圖案 其實有一些其實是無 其實就是 就是看它怎麼來 我們就怎麼拍是無意間 可是有一些可能是 你必須要經過設計的 因為你如果不經過設計 因為它那個是剎那而已 你很難抓 比如說它那個 俯衝下來的那個剎那 那個速度其實非常快 你如果沒有很刻意的 去了解它的整個方式 而且就是說 你要事前差不多抓好 而在它照顧的定點之前 就差不多要先對焦 對得有一點 對得比較好的時候 通常你一時間 它一下子你根本沒有辦法對焦 所以像有些動作是 你必須要刻意去抓的 比如說像那個 它轉彎俯衝的那個下來 還有在下來的 還有上來的那個東西 下來跟上來的那個剎那之間 的那個瞬間也很快 所以那個 有些時候都要特別的等待 就是說你可能 可是你不能說那個 譬如說一直導演從俯衝下來 然後一直到 你每張照片都要清 那不可能 你有時候可能是拍那個 它俯衝下來的那個剎那 剎那間的很漂亮的動作 然後有些時候就是拍那個 它下來抓死的那個剎那間的動作 那都要分開 然後都要特別去掌握那個 其實對焦是很重要的 對焦你的手的靈心 還有對焦 因為你焦距一旦對不準 那張照片就完蛋了 所以對焦 然後其他的部分的話 大概就是太密集 所以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那個 您說到這個 我昨天分享一下 我們昨天有出去 金融港看了 我們耐心沒那麼好 所以我們想要拍的時候 都已經都是用尖叫聲取代 然後聽到我要拍的時候 啊 又走了 好了 繼續等 那很快 然後又開始尖叫 然後第二拍就沒了 所以後來我們決定了 我們就是眼睛看熬了 那這邊還有沒有骨折問 有問題 那我可以再請 可以可以 不好意思 我記得差不多在三四個月前 然後在那個大安森林公園 早上都五點 然後我看聽到有人 好像什麼聲音 在吃東西 我只是想說 沒有想到說 後來一旦是那個鷹 然後他中間 然後他再吃一條叢這麼大 就像老師在講 他慢慢的慢慢的 就是這樣子 差不多有半個東口的鷹 那我起先 因為隱隱約嘛 我沒有想到 我是想到說 是什麼皮膠呢 那 我就安靜一點 然後我在他旁邊 他都竟然 吃了很傳出 都沒有好去 我一直聽 那個他的隱藏色 那我聽說說 然後是不聽 後來有遇到人他就在旁邊 然後還有弄到地下 然後再放那麼然後再吃 然後所以再來講到說那個陰 後來就想說 原來他在那個安正宮那裡的場 就是他有時候會那個過 還有在那個南市里的那個官邸那邊附近 就看到後頭藏名 然後他也是在裡面 大概在床上床上床的這樣 他講到我在想說 因為我們因為基隆 是不是基隆漁港那邊 有就是魚很多有他的食物 所以他常常 所以有那麼多的那個陰 就是這個陰 但有時候我也會做那個喘到外號 去看那個 然後在那個八戸的那個外 也是我一看到 哇 一看到那個游冰在那 通通會想就整個人都很振奮 就說啊 有好朋友這樣 英雄之類的 不過老師剛剛他們在講到說 他會不會魚去捉 然後有時候我們伴他 相同的音的聲音 或者是其他鳥的聲音 他們也會有吸引過來 也會這樣子的叫 就是再請老師說幾個 那個剛才講的那個大陰 是你公園的那個人就是鳳頭昌 那個猛禽研究會的會長 我上次來幾年前在台北 他就說到我旁邊 然後我現在討論鳳頭昌 其實鳳頭昌是跟人蠻接近的一種討論 因為我們的那個家居的人的話 經常都有老鼠 所以老鼠其實我也曾經在那個基隆港 看到那個基隆港 煙的那個有洞 以前啦 現在讓人看不到 以前在還沒有發展的時候有洞 然後老鼠會從一個洞 好 另外一個洞 然後鳳頭昌就等著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大陰神一公園也是這樣 鳳頭昌就等著來煙 然後等老鼠從一個洞 好 另外一個洞的時候就 他就 他就把他抓起來 然後 然後在猛禽內之中 台灣的猛禽內之中 唯一就是說有群軍 有成群的 就是 就是老林會成群 對 黑鴛 會成群 黑鴛的話 除了族巢之外的話 他們會一對一對的 去顧守他們的巢衛之外的話 他們在秋冬 小鷹大概都成長 大概從八月以後 他們會共同聚集在一起 所以會有黃昏聚集地 他們的 老鷹的數量的調查 其實就是從台灣各地的 老鷹的黃昏共同聚集地 去做調查 大概四 五點鐘的時候 那個老鷹就會聚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一起 幾十隻老鷹飛啊 飛啊 飛啊 飛一飛之後就離下來 然後再飛飛 飛一飛之後 再離下來 飛到那天啊 那個岸就共同落到幾個 大樹裡面提起 這就是黃昏共同聚 也只有老鷹會 會是群居起來 其他都是 一直過的樣子一樣 所以老鷹是群居重 我這邊有個新世代的粉絲有問問題說 為什麼基隆的老鷹都不怕了 在基隆港的老鷹可以離了最近只有幾公尺 我昨天的體驗是五公尺 那你呢 我最近的體驗大概只有大概一公尺 而且是從旁邊 從頭上都那個 非常非常近 因為那個基隆港公益食物其實已經非常久 已經超過兩百年的時間 從航的 對 續船有從漢人過來之後的話 有些死於這樣子移工老鷹食物 已經超過兩百年的時間 所以老鷹大致上已經跟基隆人 大致上都知道基隆人的行性 也知道說基隆人其實不會去傷害他 所以他們才會 即便是好像說食物比較靠近岸邊的話 他們也還敢 所以基本上的話就是老鷹跟 老鷹認為說 這些人已經不會像以前那樣獵物 所以才能夠在 而且基隆港真的是一個 心臟老鷹最近的地方 你在其他地方通常都是遠遠的看到 或是被迫 而且多就是繞個兩圈的人 可是在基隆港的話 你可以非常近的看到他的 密實一次又一次的症 最近就是這個樣子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摸蛋的時候 男的女的會有 然後餵食的時候是有媽媽 那帶小鷹出去練習飛是由誰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 因為我看到的都是 就是一隻或兩隻成鷹 然後就帶著七八十小鷹 或五六隻兩個小鷹 這樣子一群過來 我們在基隆港觀察 經常 比如說像五六隻 五六隻老鷹裡面大概有 三十隻都是小鷹 然後有兩隻成鷹 所以說他們的小鷹 並不完全是自己雇的 可能就是有那個 可能有 可能有 安心班 對 可能有那個 可能有那個 可能有安心班的 那個媽媽 兩個特別有愛心的成績 然後就帶他們去那邊 可是可能也沒有跟他們講 講太多那個 你們要注意什麼 你們要注意什麼 大概就示範給他看 大家還有什麼關於老鷹的問題 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我們等一下 我們會有那個簽書會 如果你手邊有 陳老師的這本 音背記 我們可以等一下到這邊來簽書 我們今天的簽書 新書現場都有七九折的優惠 那進來的朋友 我們其實今天都有 就送一個欄信件 都有拿到吧 那你們那個 外面發的當地件裡面 也有剛剛老師介紹的那個 老鷹飛行的 12種路徑 對 可以看看 那等一下如果要簽書的話 我們來這裡 謝謝